週五 矽谷聖河西警察協會公開指控 去年9月份被市府任命的獨立警察監察員 此前曾參加過反對警察執法的活動 警協認為 具有政治傾向性的人選 不適合監督警方 要求市府將其撤職 在發布會上 聖河西警察協會出示了今年7月7日 獨立警察監察員亞倫齊瑟參加反警察活動的照片 該活動抗議警員正當使用槍支 活動的組織者還威脅聖河西警局兩名警員 聖河西警察協會還指出 在今年7月9日 嫌犯史蒂文、約順·加里森 曾向獨立警察監察員亞倫齊瑟威脅要槍殺警員 而齊瑟並沒有將這一威脅通知警察局 聖河西警察局指出 这讓警員處於高風險當中 在2001年曾經發生過警員被射殺的情況 亞倫齊瑟是37歲的民權律師 去年9月被市府任命 她稱自己參加活動是為了聽取民意 為自己沒有及時將威脅信息發給警察局表示抱歉 聖河西警察協會認為她不具有足夠的能力和廉政性 担任該職位 呼籲撤銷其職務 清潭記者 金亞蘭 余偉 聖河西采訪報導 中國傳統重要的眼睛 中文 菜磅 达 錄像架 中文 成立大道 有人問 護索 人 投入 民意見 關於民意大事 speed駕 世界各台 議題 民意報仰 是 共衆 吃第四位 互民意報仰 代價局 政治 頭